本港新增74宗新型肺炎確診 當中70宗是本地感染 源頭不明佔25宗 石梨村、石榮樓再多一人初步確診 衛生防護中心說大廈居民可能要強制做檢測 石榮樓的居民現時可以自願檢測 中心發現再多一人初步確診 累計涉及4個單位 中心說一旦確診 全座大廈居民要強制檢測 另外南田村、南泰樓、游泥村 日麗樓 累計各有3個單位有人中招 日麗樓一共7人感染 中心會向居民派發樣本樽 零實受莫平日間活動中心企宿舍 早前30多名院友及員工已送去檢疫 再多一人確診 南田、祈康會 馮耀敬夫人護理安路院 一個工作人員及家人感染 安路院23個院友及員工需要檢疫 另外一個曾經到旺角博師醫學診斷中心 做電腦掃描的病人確診 兩個曾經服務他的員工都確診 估計是因為病人當時要吃藥 短暫拉低過口罩 接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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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接触